先跟進下面電反政變示威 繼續遭到軍警鎮壓,再有人死傷 南部沿岸城鎮丹老的示威裡面 有受傷的示威者由多人抬走 據報這一日再多四人死亡 另一城鎮土雅的示威者 就以電單車隊的方式上街 軍政府據報再釋放三百多個早前被捕的示威者 而人權組織指示威至今至少有320人死亡 印度警方就公布有三個受槍傷的緬甸公民 越境逃到當地